這次太棒了 結果這一棒打出去在中間方向 越過去了 千里之外剛剛好 挑戰中外野最遠的距離 有廖建復 這個時候敲出了一支 揚拳炮 那先會幫助球隊追回一分 更重要的是看能不能帶動起球隊反攻的氣勢 尤其是從赫姆的手中敲出這個拳雷島 對於整個達米國的打線跟打隊友 整個興趣度會增加 挑戰的是中外野最遠距離 今天場上的兩支出現的拳雷島 都是挑戰正中間方向 對 下一棒面對的是凌晨飛 再看一次剛剛 這個球是有要壓低 但最後淨蕾的位置會比較靠近腰帶的這個位置 對 而且是紅中內角的位置 對勞建復來講這個就是打擊練習的一個好區域 哇 他真的手眼協調 手腕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好 這一棒掃出去 喔 有沒有機會呢 還在飛 看著腳要打到場子 Battleback Home run Oh my God 連續兩支拳雷島被靠背 而且這支拳雷島是直接打在車上 但是今年的送車的額度已經被隊友拿走了 好可惜喔 本機第十支拳雷島 哇 今天 這個拳雷島加上去啊 暴力圓的這個拳雷島支數啊 還是不斷的向上提升啊 對 所以還是要相當地小心喔 不管每一棒喔 後面棒是也是一樣 靜點角度要特別的小心啊 隨時有可能一棒就出去了 哇 而且是第七棒第八棒的背靠背耶 對 這跟勇哥當年那個有一點類似的樣子喔 對 不管是拿幾棒喔 都有機會出去了 哇 這個就更失頭了 對 對 但除非贊助商再加碼 不然的話 這個是中了 但可能開不了啊 真的命中 這個是最標準的命中車子啊 對 對 哇 額度真的沒了嗎 還不用彈耶 是直接打中啊 那在這一支拳雷島背靠背出湖之後呢 你也看到 反中信兄弟這邊呢 必須喊一個暫停嘛 對 因為在打擊上面 你可以看到余登榮在做準備啊 而且是經過滿場一段的交涉跟不同 所以剛剛隊友說林承飛 要變聰明 需要嗎 這個中信兄弟要搶勝的這個局 會不會被這兩支背靠背又有些變數呢 是有可能喔 所以要特別小心耶 已經把荷爾蒙給換上來了 對啦 對 而且是希望他能夠撐到第七局 第八局之後 他能不能一個泡麵的時間能夠上來 還沒泡麵還沒完成好 李承昌就結束了 所以盡量不要讓李承昌上來 這一棒 又打到了這邊 有機會 連續三支 全雷打 Oh my God Band to back to back 哇 再一次中華之邦出現了 背靠背靠背開轟啊 哇 哇 再靠下去就背了 而且是七八九棒連續三支全雷打 哇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哇 我剛剛就說了 哇 真的是靜雷角度一高起來就沒了 因為速度不怎麼快啊 這打者的表現太棒了 哇 這個背靠背 七八九棒好像 有參與了一次耶 現在剛剛現場更是應該是瘋掉了啦 沒有辦法去想像 這三棒 尤其余東或許 全雷打輸出都沒這麼多 結果這個時候被他連三後 現在換中信 兄弟這邊要做投手的更換啊 哇 這個一下子風雲變色 現在變成平手了 三支全雷打 沒有任何出局數 哇 被打出全雷打的球種都是直球 都大概在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球 錄一進去 ção板 RA 原來自を押さ 出局 hoping... 投手後再出局 Carr chance NonGv милли başka feel the player